来关心到彰化县河美镇第八年办理了机车下乡考照 在上个月二十八号开放报名 强盗投乡的是一名妈妈 她凌晨三点半就跑来帮儿子排队 而七十个名额上午七点多就额满 相当的抢手 有不少父母都帮孩子来夜排 希望他们可以就近考照 才刚起步没机庙 考生平衡感不够稳 一脚踏到白线只能和机车驾照说拜拜 下回再来挑战 监考人员耐心说明 河美镇第八年举行机车下乡考照 吸引不少机车新手来挑战 二次入考总算顺利通过 但可不是监考人员放水 而是在自己的家乡考试 多了份熟悉感更能安心上路 今年河美镇下乡入考 因为监理站人力吃紧 只开放七十位名额 六月二十八号开放报名 不少家长凌晨就来排队 我五点半来的时候已经排了第十五位还是第十六位了 其中第一位那一个听说三点半就来排了 这名男骑士就是他父母夜排抢投降 第二次挑战录考也希望能够就进考试 可惜还是太紧张 一个过完牙线双脚落地没有通过 由于河美地区要考急车驾照就得跑到花坛的监理站 不仅路途遥远对于考场也不熟悉 因此每年暑假一到 就会出现不少父母帮子女夜排 要抢下乡考照名额 包含陆港 线西 深港等乡镇都将陆续举行 夜排景象恐将再次上野 是第六号众报道